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玄奘遗经》的原祭地 是中国民间四大爱情故事 梦江宇传说的诞生地 是路遥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地 更是世界优质苹果最佳的士生地 大家好 我是陕西省同川市印台区 人民政府区长李亚利 今天非常荣幸为大家介绍 果香辞都印台 得天地之责后 宁自然之精华 上世纪四十年代 印台依托区位优势 开始种植苹果 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 苹果已成为印台农业的支柱产业 也是印台农民的致富国 印台苹果品质优良 香甜脆爽 上世纪曾被国务院选为国宴家品 并通过欧盟标准认证 出口东南亚 欧美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先后被授予中国苹果之乡 全国优质苹果外销生产地 中国果输 吴宫汉石墙区等称号 北方青瓷之都 千年炉火不息 印台陈炉 应陶炉陈炉而得名 是耀州瑶的重要发祥地 是现存唯一联系烧造 从未断烧之地 陶瓷烧造 从唐代至今 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 其独特的制作技艺和文化风格 在中国陶瓷文化史中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考古发现 区内金、元、明、清陶瓷烧造区 达30余处 瑶炉40余座 被誉为东方陶瓷生产的国画石 陈炉古瑶纸被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药瓷烧造技术 被列为首批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 陈炉古镇被命名为 中国历史文化民镇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也是陕西重点打造的文化旅游影镇 县古怀根初 观青马骨高 这是当年杜甫途经印台时留下的墨堡 印台从北魏设限至今 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 诞生孕育了明代清官寇盛 西北革命巨著景乌墓 唱之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姚晓舟 全国优秀农村党支部书记郭秀明 等人人致事 境内有佛教圣地玉华公 千年圣祭孟江与祠等历史遗迹 特别是建国以来 国家在印台 先后建设了王树岸煤矿等发矿营厂 因此印台也曾经是陕西 乃至全国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 这些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廉政文化 红色文化 陶瓷文化 佛教文化 爱情文化和煤矿文化 千年的文化尽锐 赋予了印台厚重的历史内藏 近年来我们借力西部大开发 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 紧抓同川建设西部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示范城市这一机遇 坚持高质量发展 大力实施火业力区 工业强区与文化兴区三大战略 加快建设工业转型创新区 现代农业示范区和文化旅游客色区 站在新时代 立足新起点 印台人将以城乡带 以信聚首 承邀八方来客 携手各界人士 处写火箱词都 转型的新篇章 中国物媒 让万物开口说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